在肯尼亞的事發鑑定專家小組繼續在內羅北雙下的雅力裡面尋找更多的受害者 索馬里極端組織青年黨襲擊了這座的雙下,部分的雙下倒塌 肯尼亞紅十字會星期四表示,在四日期間遭到攻擊的西門雙下裡面仍然有61人失蹤 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保持在72人 而與此同時,青年黨再次警告說暴力將會繼續,直到肯尼亞軍隊撤離索馬里 但肯尼亞已經拒絕有關的要求 肯尼亞軍隊兩年前進入倫國索馬里幫助打擊青年黨 青年黨一直為將索馬里變為一個嚴格的穆斯林國家而戰 青年黨星期四聲稱,為在靠近肯尼亞以及索馬里邊境的曼德拉城發動的襲擊負責